每一筆捐款都是善力量 马六甲慈济志工邱金娘 慈济会员最多的时候800多人 她一家一家慕心慕爱 我知道这个钱很重要 以前我的孩子生病 进去医院 医生讲没有钱怎样医 为了帮助苦难人 就算不是字 邱金娘自有一套办法 两夫妻 我去量了鸡蛋 卖鸡蛋 她是卖菜的 我写一个菜 一个菜叶 她卖鱼的我写一个鱼 我就懂得去哪里交给他们 63岁认识慈济 她就积极投入各种活动 打扫敬司堂 慈善发放 街头募款 制作点心意卖 甚至跟着环保车回收资源 难不倒她 我做完保啊 很开心 我可以做 我觉得这个环保 我有听他们讲 第一 就到这个地球 第二 这个环保可以救到 千千万万有苦难的人 九十高龄 慈济坐不停 环保站是邱金娘的清安居 上人讲做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慈济人 是上人的弟子 我们就很用心去做了 就这样了 2022年底 脑中风病来磨 法亲时常来探望 鼓励着邱金娘母子 慈济有传有成 做慈济年有福报 那我们感恩有最深的姻缘 可以给你做慈济的 好法亲 这是你们家的传家宝 你做多少年的慈济 就拿到上人 五位红包的祝福 妈妈最大的幸运 应该是你们要来传承 一扇传家 叫儿子来做好不好 感恩你 祝福你 大家新闻黄秀锦 马来西亚报道